你好 我這邊來示範一下怎麼下載以及安裝 這第一款你買的軟體叫Video Jeep OK 就是可以讓你在Wordpress 或是Blogger這兩個平台呢 架設好影片部落格 OK 所以第一個呢 你先到後台來 然後 接下來呢 點擊這一個 Video Jeep 這一個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你就按這裡 這裡是下載連結 好 點擊之後呢 把它儲存在一個檔案夾 好 儲存好之後呢 他說你還有三件事情要做 OK 所以這個安裝上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帶你呢 完整走過一遍 第一個他說你需要一個NAP Framework 3.5 OK 所以呢你就點擊這個連結 請你另開 新分頁 然後呢 然後 他會到 這個基本上是微軟的 OK 微軟系統 那 請你呢 就在語言這邊選擇 繁體中文 好 然後按下載 然後呢 剩下都不要喔 這建議的都不要 然後呢 都不用了 謝謝 請繼續 好 接下來下載 存檔 好 他說下載之後呢 如果你的下載並未在30秒後啟動 請按下這裡 那我們就按一下吧 這是我們已經下載了 OK 所以呢 你就到下載的那個地方 那我就直接點擊這裡 左下角來安裝 好 那我們就完成 一般軟體安裝步驟 好 附帶一題呢 因為呢 我已經安裝過啊 這個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5.1版 OK 我已經有安裝最新版了 所以呢 我必須呢 先解除安裝 OK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呢 這個軟體很特別 它並不是用在 這個最新版 就是這個 Net Framework 最新版上 所以我們必須 如果你已經安裝了啊 然後 你又試圖去 你已經安裝最新版 你又像我這樣試圖去安裝3.5版 你會發現你點擊4 之後它沒有反應 所以 麻煩呢 你呢 去 這個 程式集 這邊解除安裝程式這邊呢 去查看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對 那有的話你就都把它解除安裝 那我這邊有三個我先都把它解除安裝 然後呢 把這些都解除安裝之後再重新的安裝3.5版 舊版 好 呃 在移除之後呢 我現在就可以安裝了 好 好結果呢 我發現啊 如果啊 你跟我的狀況是一樣 有先刪除 那你要先重新開機之後 然後呢 再重新下載 這個3.5版 然後呢接下來呢 它就可以自動安裝 好 結果呢我發現啊 這個3.5版應該是蠻舊的版本 因為現在是4點多了 然後所以在安裝上呢 我嘗試了幾次 然後才成功出現這個畫面 OK所以呢 如果你跟我有一樣的問題呢 你就多安裝幾次或重新開機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呢 出現這個畫面之後 我們呢 就來到 這個 你就點擊我已經閱讀了 然後呢 這個應該是不用 好然後接下來點擊安裝就可以了 好 現在正在安裝中 我們等它安裝完了再繼續 好然後呢 現在呢我們來到 第二個任務 OK 就是呢 你呢 需要呢 在你的Google的 賬號呢 開啟兩個階段的驗證 OK 這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呢 到 這一個網址來 OK 基本上就到這個網址 Google.com 然後 -settings S-E-T-T-I-N-G-S 這個地方 好如果你點擊這個的話 就會自動被引導到這一頁 那你當然要先登入Google的賬號 你一定要有一個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按 我們點 上面這個安全性 安全性這邊呢 有一個 兩步驟驗證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第三件事呢 它需要你有的 就是你至少呢 要在Blogger 裡頭 基本上你有Google的賬號 你啟用Blogger OK 的功能 然後呢 至少在Blogger的功能裡頭呢 你曾經呢 開設過一個網站 或網 網子啊 部落格 OK 所以呢 呃 因為我已經有做過了 我已經有開設過 如果你還沒有 很簡單 就是 就等於Google的賬號 啟用Blogger 到Blogger這邊來 然後呢 新增一下網子 然後標題地址 隨便 你設一下 然後呢 稍微選一下 你要模板 就說我現在就來一個測試了 OK 我這個Blogger就叫網路行銷 OK 它的英文就是 Internet 好 所以呢 我就 你要記得這邊要打英文 這是你的預設的網址 OK 然後呢 我們採用 就選一個模板 我要用這種 好 簡單就好 然後按建立網址 所以原則上 建立一個網址很簡單 等下示範的時候呢 我就用這個Blogger當示範 好 現在我們這樣就完成這三個步驟 那接下來呢 我來開啟這個軟體 先把它解壓縮 好 好 然後點擊兩下安裝 我現在是在Windows的系統 防堵軟體如果跑出來你要允許它 然後 添加新任的名單 好 就像我這樣子 Is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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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然後安裝 好 Finish 好 然後這邊呢 需要填入你的註冊碼 你的註冊碼會在哪呢 你在購買的時候 它會發兩 一封信給你 叫做 就是這個 Your Video Trip Purchase 這個購買 還有 Your Travee Trip Purchase 購買 那這兩個呢 這兩封信啊 有可能呢 就是 會跑垃圾信仙甲 因為我剛剛是在垃圾信仙甲找到了 OK 那呢 不管呢 你都要收 你都要找一下 然後接下來點進去之後呢 它這邊呢 有一個 Order Call OK 這個Order Call 我當然不能給你看 因為這個就是 開啟的密碼 然後附載體它這邊呢 也留下這個連結給你 OK這個Email本身呢 就有一個下載連結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連結下載 所以我現在呢 把它貼上去 然後按Next 好 這樣就OK了 然後呢 接下來它說呢 那你的 呃 資訊 基本資訊 所以呢 這基本上就是你的帳號跟Email 的姓名跟 Email 然後我們按Next 好 欸 這樣就成功開啟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介面 那我這邊呢 要示範的是呢 呃 怎麼在 Blogger 因為 我知道很多人並沒有 自己架設Wordpress Blogger OK 那我這兩個都會示範 但是呢 呃 我們先來示範Blogger 因為這是免費的平台 OK OK 然後這邊呢 你需要輸入你的Google的ID跟密碼 基本上就是你的 帳號跟密碼 OK 帳號基本上是Email 好 然後按 提交 OK 所以呢 我現在呢成功的 登錄了我的 就是 等我一下喔 成功的登錄這個 大家會看到這是幾個我已經有 成立的 Blogger 我剛剛示範的是這個網路行銷 所以我現在就選擇這個 OK 然後我們繼續 接下來呢 我就可以針對這個網路行銷的Blogger 你可以看一下在這邊點一下的話就會 直接連接到這裡 OK 所以這邊現在什麼都沒有 然後呢他這邊呢提醒我說沒有keyword就是沒有關鍵字被增加到這個Blogger 所以呢 你呢要先 去增加關鍵字 好 我就說是我要 這邊呢 這邊有幾個重要連結 因為我們要做到全自動化 所以呢我先呢一一的 主意介紹這每一個的功能 他說第一個如果你勾的就是我不要 自動的搜尋YouTube的影片 OK 那麼當然不建議你 勾這個東西 因為這樣子等於你要手動的喔 去搜尋 然後呢 第二個強烈你 強烈建議你勾 因為呢系統預設就是勾 就是 自動的 PO文 到這個Blogger OK這是我們要的 然後呢 第三個選項是說讓這個 文章呢在 草稿 的狀態 就是你要審核過後或編輯過後再發表 或是把它刪掉 我們不建議因為如果你要做到全自動化的話 OK 然後再來呢就自動的 在 發表文章之後通知搜尋引擎 來趕快收錄你的文章 這樣就會 快點出現在搜尋引擎上 這個打夠 OK 所以系統預設 得很好 然後呢 那 文章跟文章之間要間隔幾分鐘 最長24小時最短15分 OK 我們這個為了要demo一下我們15分鐘 然後接下來重點來 我們要新增 關鍵字 那因為我那個blog我就叫網路行銷 所以我故意就加網路行銷 OK 那我要收集的就是跟網路行銷相關的 還有網路創業 這樣子 網路賺錢 例如說像這樣子 就加這三個 那我的YouTube的頻道呢 它這個功能是這樣用的 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發現有一些 例如說我現在鎖定網路行銷 那我發現一些網路行銷老師的影片呢 他的頻道 網路行銷老師YouTube頻道呢 他有很多 不錯的 影片 那我就可以手動的把他的帳號加到這裡來 那這個系統就自動會去搜刮 OK 就搜刮他的頻道裡頭的 那個影片 所以呢我們以這個 劉芳玉老師 為例 那我要怎麼找到他的 那個帳號 原則上就是 點一下 然後到他這個頻道首頁 這邊呢 使用者帳號 User後面這一串 就是你要添加的 好 添加就這一個 那我也加上我自己的 我記得我的帳號是這個 OK 好作為示範 然後 呃 接下來他說你可以選擇性的呢 添加 一個 一個 一段訊息 然後在每一篇文章後面 那 這基本上 就是呢 呃你可以添加上 例如說 呃 更多訊息 呃 免費索取 400 張網路行銷 圖庫 與 呃 連 蘇 粉絲 額 封面 這裡我就故意呢 放上呢 我的他轉授權D站的 連結 這樣子呢我希望每一篇文章呢 都能夠最終呢 把流量導到我的碗上來 OK 大概這樣子使用 然後呢 接下來呢你可以呢 呃製作一個分類 他說紙呢 文章呢PO到這一個分類裡頭 那因為我沒有加任何分類 我也不想要加任何分類 那我就算了 我就是這樣子 留空就可以了 這基本上呢你也不用改了 這個 這個是他的那個 看錄的 就是如果有人要要看錄 看錄你的影片的話 這看錄的代碼 是要 基本上 你就留他預設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呢 你可以呢把這個blog呢 跟你的推特帳號做連結 那我示範一下 他說需要 得到一個PIN OK那 因為我已經登錄了推特帳號了 那我就授權應用程式 好這個就是我的PIN Copy之後呢把它填上去 然後 遞交 OK 這樣就連結了 這樣子的意思是說呢 每一次呢 只要有 我的 影片 這個軟體自動上傳到這個blog 他呢就會自動呢也幫我在我的推特呢 發 一封推文出去 OK 那我臉書呢我不想要這樣子做 OK 所以呢我臉書我就不連結 好然後你也可以消 這個紅色按鈕就是 刪除掉這個blog 如果你不要的話 原則上沒有道理不要 因為免費blogger blogger可以無限加 好然後最後按儲存 好這邊就彈出說 你的 你已經儲存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這基本設定嘛 設定我們剛剛設定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看另外一個功能 這個就是video video這邊點一下影片 那這個呢就是呢 你現在啊 這些影片就是他自動去抓的 他剛剛我剛剛叫他去抓網路行銷相關的嘛 然後他完全支持中文 我把它放大一下 好 那這些呢 這些影片呢他會每隔15秒 大概就去po一個 那這則是我的影片 所以呢 你可以幹嘛你可以把它刪除 你可以做好幾件事情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來 我現在最重要是要讓他先看一下這個功能 Post Now 就是你可以直接不用排成的 直接就po文 好那我po囉 我現在到我的網路行銷的這個 你看 這是 我剛剛 我剛剛用的時候他已經自動的po了一則 OK 這是第二則 好 那你會發現在每一 則文章後面我都有添加上這個免費索取400張 所以呢有興趣的讀者呢一定會呢 這邊可能沒辦法弄成 可以讓你點擊啦 但是基本上呢 有興趣的讀者一定就會這樣子 就是連到你的網站 連到我的 他轉送權第一站去 OK OK所以呢 這樣子呢這個軟體就代表在運作中了 他這邊顯示一個錯誤的訊息 他說沒有辦法po文到推特 他說推特可能本身 出了問題 或者是呢 這一邊po文的狀態呢 更新呢 呃 沒有辦法被沾 如果你出現這個沒有差 因為就代表沒有po文就對 就是沒有沒有推文就對 他偶爾軟體也會出錯 OK 所以我這邊再來示範一下 更多 你說我要再po這一則 這一則是我的 好 這是別人的啦 那 那我發現這一則 這則影片是別人po的 OK但是他是 他是上傳我 我的影片 那如果你要更改 你其實是可以客製的話 如果你要自己慢慢來的話 好 專心經營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去修改 點一下就可以修改這個標題 OK OK 那點一下影片就可以 來到這裡 OK 那這裡來看 那 那 我點一下這裡啊 我就可以客製化 你看他這邊放他自己的連結 那我放我的連結就好 OK 所以或是我把它刪掉 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稍微客製化編輯一下 然後呢 這個關鍵字呢 你也可以自己添加 例如說我就添加 網路 創 創業 好 例如說我自己添加這個關鍵字 然後呢 我就按 Post Now OK 然後就po文 那我們現在再到我這個部落格來看 網路創業沒有產品怎麼辦 馬上就po文了 的確可以看 然後呢 附帶一題啊 這個標籤啊 我發現 這邊啊 的確顯示正確就是網路創業 我剛打網路創業 但是啊如果你讓這個軟體自動po文啊 他目前這個標籤顯然還沒有支持中文 OK 所以呢沒有關係 他標籤 這個部分呢 影響不大 重點是 這個影片真的有po上去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要求完美一點的話 你要用心的經營這個部落格的話 那 你呢可以每一次 你就用手動po文就好了 你不要讓這個軟體自動po文 因為他自動po文 標籤會抓得不太對 OK 那 那接下來呢 我再來示範一下 其他的功能 譬如說 譬如說這一個 譬如說這一個影片我不想要 那我把它delete掉 就很簡單 然後像這個 我也不要 那這個我要 那呢 這邊有一個很奇妙的功能 就是gap keyword 就是得到關鍵字 你看他目前呢 這個呢 是他抓的關鍵字 難怪都是亂碼 OK 因為他這個部分還沒有支持中文 那我們可以呢 再跟 他們的客服反應 希望有一天他們 在下一版的更新 能夠 弄好 如果沒有呢 你就沒有關係 你可以事先先打好一些關鍵字 因為你知道 你搜尋的都是網路創業 那你就是 打 預先打好 關鍵字 然後呢 然後直接 貼上去 然後按OK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譬如說我在示範一次 PO文 好 看一下喔 那支影片有沒有自動上去 有 OK 那這個關鍵字就會顯示正確 他是 在 新聞 然後網路創業 所以其實 只花你幾秒鐘的時間 那如果 你要再多花一點時間 你可以把這些連結都在 稍微 改一下 所以這軟體鍵上就這樣子 那 呃 這是他自動抓的 你看他抓了很多 那其實啊我的重點是呢 我根本就不想要理這個 理這個影片 我就是要讓他自動PO 然後我以後也不想要再來這邊理他 我就讓軟體自己跑 這樣子 那記得啊 這個軟體你要開著他才會動 原則上是這樣子 原則是下載到你的電腦 你的電腦沒有開著跑 他這個不會自動跑 所以呢如果你要運作這個軟體啊 讓他自動PO文 那你就要一直開著這個電腦 然後再來 他有超過 他有超過 超過一頁 所以呢這邊再點 他這邊有四頁 他說沒辦法PO到推特 不知道推特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你看我可以到第1頁第2頁第3頁第4頁這邊 OK 然後呢接下來呢這邊 我可以回到設定 好 然後再到video 然後呢這邊呢還有 還有一些功能 比如說他有搜尋YouTube的功能 這功能基本上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他會呢 你按之後你按確認之後呢 或是你按這個社群呢 這個搜尋呢 他就會再去找這現在YouTube有沒有更新的 然後呢是 你那些關鍵事 像網路行銷網路創意 這些關鍵事 新的影片 OK所以呢我 所以呢我現在就按 確認 然後他說呢 這樣 這可能會花幾分鐘 因為他會搜尋所有YouTube 的影片 然後看有沒有新的影片出來 OK 所以呢我這邊只是示範這個功能 到時候用的時候呢 你就是稍微等一下 然後記得到第1頁來 OK因為在第1頁才會看得到他有沒有新增一些影片 他有的話就出現在這 然後再來呢就是 這裡 就是找到了一些比較頂尖 就是 最多人看的這些影片 就這個 然後呢又說完全人 所以基本上呢 你點擊這個啊他就會去搜尋啊這些關鍵字裡頭的哪些影片的是瀏覽書最多的 然後呢他叫我按 重新整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按一下重新整理 OK 好 就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按一下重新整理 然後這邊來點一下 看一下喔 然後 基本上步驟是這樣 你這個點一下 然後按 重新整理 他就會 抓最新的影片 然後這個呢 是 點一下 然後呢 按 重新整理 他就會找呢 就是點擊次數最多的這些 想這一則是我的 可以看一下我的影片 好這有三百多次的點擊 OK 好所以這兩個功能呢是幫助你啊可以快速的去搜尋多一點影片 你就可以po啊如果你不想看的話你就是一直po下去 poster now poster now poster now 像我這樣 poster now 這樣子 就不用看了 對 那 這樣子啊 遲早 會替你帶來 或多或少的流量 OK 所以啊 這個就是加一個 Blog 那這個是他使用手冊 我剛剛點擊了一下 是他使用手冊 那我基本上都跟 介紹了這個help這個地方 然後我還可以再添加更多blog blog OK 那blog 那我要再重新的再 再輸入一次我的帳 我的密碼 我的google的密碼 這樣子 然後再添加一次添加一個 所以呢 這個是我鎖定的關鍵字 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 加上去 好 save 所以基本上呢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所以呢 你就 試試看吧 基本上你可以鎖定各式各樣的 領域 但網路行銷 網路創業 這個是一個領域 這是我比較有興趣的領域 那我可以 弄一個夾角的啊 還是什麼的 都OK OK 這個就是呢 這個 這是 可以讓你快速製作 影片部落格 而且是免費用blog 8個這個會在搜尋引擎裡頭 比較快速的 排名會比較高 然後呢 你就可以創建 任意多個 這樣子的blog 其實每個blog 你可以就鎖定 一個關鍵字 就是 對啊 這樣子 你去 Google 允許你 開設100個blog 以上 那你就是 一個blog 一個關鍵字 那就好 那就好 甚至可以加好幾百個 好幾千個blog 然後你有上千個關鍵字 都用這個軟體來跑 如果你真的花那麼大功夫 哇 他給你帶來的潛在流量 會 非常不可思議 這個就是這個軟體 強大的地方 就看 每個努力的程度 你願意做多少 那 回報就有多少 OK 那 這個影片的示範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來談 另外一個 軟體的教學 拜拜 喂大家好 我這邊最後來示範一下你要怎麼添加在 你的Wordpress的blog上 所以你點擊這Wordpress之後呢 請輸入你的blog的名稱 這是給你方便選用 例如說這是 網路行銷 然後還有你blog的網址 那 這是登錄的帳號 之後添加上去 然後登錄的帳號跟密碼 輸入進去 然後按提交 OK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blog呢已經被添加上去了 那因為我剛寫的是網路行銷 所以其實是這一個 如果你點擊之後你會發現它就會連結到這個測試用的blog OK 這樣子呢就正確的添加上去了 然後這時候呢 它馬上送你呢 趕快呢 去天真你要鎖定的 關鍵字 所以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在這邊呢 再繼續操作 那最後我再一次強調啊 我之前 稍早講的 你要天真你的YouTube頻道呢 不是放上這個人的使用者名稱而已 你要放上整個 網址 OK拜託 我我我剛剛已經有強調過 就是你要 收刮例說我的blog 的那個 的影片 那你要整個連結 像這樣子 整個連結呢 貼到 這邊去 然後 貼鎖 貼到這裡來 然後添加上去 OK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我做個簡單的設定 好 那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你希望呢 這個 文章呢是 貼在哪一個分類 所以呢 你呢必須呢在 你的Wordpress後台呢 新增一個文章的分類 OK如果你有Wordpress我相信你是要怎麼用 然後呢接下來就把那個分類的名稱 可能是英文可能是中文 打到這邊 最後再按儲存 OK 這樣就完成了 你之後的blog就會 持續不斷的更新 OK 拜拜